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苏主席他竞选主席的一个政见 所以这个要怎么做 要尊重他的看法 因为他应该是有一个构想 至于我个人的出入 或者个人的未来的走向 也不是如果涉及两岸 也不是我自己 楚官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看看党怎么走 需要怎么样的人去走那条路 但是双方多一些对话的机会 或是管道是必要的吗 对 我认为双方有沟通 有交流 对我们维持台湾的主体现状也是有帮助的 避免很多的误解 避免很多中间人的传话 那么这个造成更多的误会 所以您自己去那边对话的情况 当然也不排除 但是我想如果是政治的 那这个比较复杂 其实两岸我自己如果要去 我是比较希望说 一开始是以文化 或是人道一些藏合器 我认为对双方 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 或是人道文化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外界觉得说你可能是最适合这个 中国生活的人选 那你怎么看 意见很多啦 也有人认为我很适合 也有人认为我很不是 这个民进党是多元嘛 我们社会也是多元 听大家的意见 那最后决策者自己做决定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你有意见吗 当然我也不排除 不排斥 不排斥 好不好 但是也没有强求 也没有一定要做什么 或不做什么 其实不代表党 我也可以去 也可以去 我们没有去的原因是说 政治比较复杂 那么有很多的联想 要求 那我们 因为我们要兼顾 兼顾两岸的和平 也要兼顾到台湾的尊严 利益 所以这就比较斟酌再三这样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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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